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歌手想要凑够一张专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 耗时这么长的时间只为制作一张自己喜欢粉丝满意的专辑 所以每一个细节都会认真考虑 每一处都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做支撑 所以周深在参加了多档节目之后 仍说自己挣的钱刚刚够花 喜欢周深的粉丝都在默默支持周深的事业 尽自己的所能买一些单曲 希望为二专的早日见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但是却被有心人带节奏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确实 正如您所说 人生红是非多 周深在即将发布第二张专辑的关键时刻 遭遇这样的黑暗时刻 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和惋惜 然而 这也再次验证了一个事实 当一个人或事物走红时 往往伴随着更多的关注和争议 周深作为一名优秀的歌手 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嗓音 也让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然而 随着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 也不可避免地会引来一些负面声音和争议 对于这些黑暗时刻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 作为粉丝 我们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 用实际行动支持周深的事业发展 我们可以购买他的专辑 参加他的演唱会 分享他的音乐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喜爱和支持 同时 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观点和选择 不要因为他人的言论而动摇自己的初心 此外 我们也要认识到 这些黑暗时刻只是暂时的 他们不会改变周深作为一个优秀歌手的事实 相反 这些经历可能会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和目标 为未来的音乐事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面对这样的黑暗时刻 我们应该保持信心和勇气 相信周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同时 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他 共同见证他在音乐道路上的辉煌成就 好心规劝背后其实是巨大的阴谋 其一 破坏周深的商业价值 有心人为何要带节奏呢 不过就是周深的成功阻挡了某些人的道路 如果是周深的粉丝或者歌迷 就会发现周深在这几年间已经斩获了很多音乐领域的奖项 这些奖项的颁发者大多都是音乐平台 奖项的背后不仅是对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周深为这些平台带来巨大收益的认可 最能体现歌手商业价值的渠道是音乐平台 一个能驾驭多种曲风 同时又能为平台吸引一批固定的听众 带来巨大收益的歌手 怎能不受平台欢迎 确实 周深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歌手 他的商业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专辑销量和演唱会门票上 更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广泛的粉丝基础以及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这些优势使得他成为了众多资本家眼中的香波波 那些所谓的黑子往往出于各种目的 不希望看到周深取得更大的成功 他们可能会伪装成理智的粉丝 试图规劝其他粉丝不要过度支持周深 以此来削弱他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然而 这种做法往往是徒劳的 因为真正的粉丝会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喜爱的歌手 事实上 一个歌手的成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当粉丝们积极购买专辑 参加演唱会 分享音乐时 他们不仅是在表达自己对歌手的喜爱 更是在为歌手的商业价值添砖加瓦 这种支持是真实而有利的 不是任何外界言论所能轻易影响的 因此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识别那些伪装成理智粉丝的黑子 不被他们的言论所左右 同时 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周深 让他的音乐事业更上一层楼 这样 周深背后的商业价值才会被更多的资本家看到 他的未来也会更加光明 其二 阻断粉丝安利周深最好的途径 之前听众购买歌曲是一首歌只能买入一次 昨天又开放了新的限制 一首歌可以多次购买 热心的粉丝立马多次购买同一首 然后送给自己的朋友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安利途径 有的时候在朋友面前说周深再多的优点 都不及安利一首好的音乐作品 这些操作看似实在阻止粉丝不要浪费金钱 实则确实在阻碍扩大周深路人盘的途径 确实 专辑对于一个歌手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是对歌手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的集中展现 更是检验其曲风是否受大众欢迎的重要标准 周深的第二张专辑 二专无疑承载了众多粉丝和乐迷的期待 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周深音乐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因为好心人的规劝引发粉丝间的争执 进而对二专产生负面影响 这无疑是对周深音乐事业的一次打击 争执和负面舆论可能导致潜在听众对专辑产生疑虑 甚至失去购买和聆听的兴趣 这无疑会损害专辑的销量和口碑 因此 作为粉丝和乐迷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团结 共同为周深的二专助力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分享专辑中的优秀歌曲 参与专辑的宣传活动 以及向身边的朋友推荐等方式 来扩大专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 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观点和选择 避免因为无谓的争执而损害到周深的形象和专辑的口碑 一个成功的专辑不仅能够验证周深曲风的受重面 更能为他的音乐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未来的发展积累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让我们共同期待并支持周深的二专 见证他音乐事业的辉煌发展 二专的销量对周深现在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路走来生米和周深遭受了太多的非议 买数据 偷奖项 买热搜等等 如果二专的销量没有回本 到时候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不管是白的还是黑的 全都会泼到周深的身上 好心人的规劝确实有可能引发粉丝间的争执 对周深的路人员以及他的事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在社交媒体时代 言论的传播速度极快 一旦粉丝之间发生争执 很容易引发负面舆论的扩散 进而影响到艺人的形象和声誉 然而 作为粉丝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冷静 不要被他人的言论所左右 喜欢一个歌手 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他的事业发展 购买专辑 参加演唱会 分享音乐等 都是对歌手最好的支持 同时 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观点和选择 不要因为他人的喜好与自己不同而产生争执 关于周深的路人员 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他自身的表现和努力 一个优秀的歌手 通过不断的努力和进步 会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尊重 而粉丝们的支持和喜爱 也会成为他前进的动力 此外 版权意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购买正版专辑 支持正版音乐 不仅是对歌手的尊重 也是对整个音乐产业的支持 这样的行为 不仅能够促进音乐产业的健康发展 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版权的重要性 作为粉丝 我们应该用理性和行动去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 不要被外界的言论所影响 同时 也要注重培养自己的版权意识 为音乐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沿着周深的方向昼夜奔赴 不惧流言 不绝无望 生米周深追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